中文巡礼大家谈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幽默是美国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报纸上整版的幽默专栏 以及午夜充斥迎评的喜剧节目 可以反映了这个国家 对幽默的需求和热爱 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 登上大卫莱特曼秀的 华语孝心黄熙先生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东方文化和美式幽默碰撞的火花 那我们另一位嘉宾是 我们美国中文电视 艺文专线记者陈艺兹 欢迎两位 我相信观众对于您的表演 是非常熟悉了 无论是通过视频还是电视 您看您是第一位 登上大卫莱特曼秀的 亚裔孝心 同时在2010年的时候 艺子应该看过他那一段 非常著名的20分钟的表演 确实是令人蛰伏 因为您可以说很多美国人 改变了对中国移民这种又刻板 不懂幽默的印象 我知道您呢 最近23号是不是在 元宵节的这中文的一场秀 我很期待 因为它之前都是英文的秀 然后很少有中文的秀 这次在纽约上一中文秀 很多人都问我说 可不可以到哪买票啊 到哪来看 在这都很期待 对对对 当然记得我可以去 去您的现场看 谢谢捧场 谢谢捧场 对因为我从去年开始 用中文做演出 在波士顿 美尼艾普和休斯顿 都做过演出 效果还不错 所以就是今天我想 在纽约做一场 对我一直非常喜欢纽约 我觉得我这辈子 很大的遗憾 一件事情就是 没在纽约住几年 你也可以搬到纽约来住吗 对对对 我现在有小孩以后 有点困难 因为小孩在那地方 有自己的朋友了 这些东西比较难搬了 因为纽约在那个 东村西村那边 有很多stand-up comedian 在那个酒吧里面 会去表演的秀 很多朋友都喜欢看 其实做孝心了对吧 对对 所以其实纽约对您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是是是 那个我之所以喜欢纽约 也是因为这边的 那个stand-up comedy club 就是那些喜剧俱乐部 特别多 而且质量好的 有那么几个 我就非常喜欢看 比方说那comedy seller 你进去买票 你可以从晚上八点 一直看到晚上十二点 笑个不停 对对对 特别开心的事 而且他们上台的人 都是有一定资历的人 对 您看您这个身份的转换 一开始呢 您是这个生化研究 生化博士 对对 然后是一名科学家 然后到现在呢 您给您定位是什么 您现在是 我现在就黄席了吧 黄席 对 可是我就希望那个 还是做 在脱口秀这条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吧 因为在美国吧 也是那个做到 能做到记者联会 那个水平的人 也没有几个 那是 而且您是英语 不是第一语言 那就更少了 对 但是那些的 stand up community 没有一个不是英语 是他的第一语 母语的 这很难得很难得 只是创造奇迹了 对 你不是奇迹吧 但就是英文的 stand up comedy 脱口秀 在网上走 没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现在在跟那个 莱特曼公司 一起做个情景喜剧的 一直在做这个事 那另一方面 我就想再用中文 做脱口秀 就是把我自己的风格呢 就是用中文来表达出来 但我觉得您的英文的stand up show 是以就是 就是嘲讽式的美式幽默 那改编成中文 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呢 中间 有困难 但是也有新的题材 你比方说 我在美国已经待了将近19年了 然后最近经常回国吧 有些国内一些见闻呢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可以用这个做话题的采访 比如说我们说一两段 海归海带之类的 说一两段吧 我觉得印象最深 就是我在北京住什么吧 住了几天 然后就特别怀旧嘛 想去吃羊肉串 我不知道你们 对这北京羊肉串 爱羊肉串 然后我就去王府井 连吃了三次 然后一点羊肉都没吃到 吃的都是假的羊肉 对啊 我开始吧 没想到能有人骗我 后来呢 心里有准备以后吧 还是被人骗了 到第三次以后 就自己骗自己 到那以后拿着 是想说 别人告诉我羊肉串 我自己也 肯定是自己 是羊肉串 就吃就行了 然后 然后 这些变化很大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最近 Cultural shock是吗 反的 对反而是 但也有不变的东西 比方说那个电影 电视 国外的娱乐节目 还有配音 你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长大 看电影 一直偏 还有配音演员 对 配音演员 而且有些配音吧 就是 它光是按照 那个剧本面 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在里面 对对对 没想到你把 是你把玛丽杀害了 像你你吃了三次羊肉串 我就说这些 那个变的东西 没变的东西 在一起 反差就很大 之前我也采访过 一个北美崔哥 北美崔哥 对 他也是 也是在结合中美两国的这些差异 说一些笑话 就是他 但是我觉得他的就很有区别 就是他不是那种 stand up comedian 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度很难拿捏 中文讲美式的幽默 我觉得这个很难很难 你是怎么样 你是嘲讽式的 还是就是那种自嘲式的 或是怎么样的呢 我自嘲的多一点 因为我不太喜欢 拿别人看太多的玩笑 但是您在记者年会上 就开了不少美国人的玩笑 对对 那个是 那是我的我的job 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一次他们是怎么找到您的呀 像您说的 那么高端 那么高级别的一个年会 情趣 他们是在看了我在那个 莱腾曼兽上表演 就比较对我感兴趣 然后我有一天 还在一个给一个杂志 做那个摄影 在摄影棚里边 然后那个杂志 我不知道 可能在这边看不到 那杂志就是 我假装自己是 有点像Blake Lively 因为Blake Lively 有一次在杂志上 就是那个 舔冰淇淋 舔冰淇淋 对 然后我模仿那个东西 那个也是 那期是专门做 和性与爱的一个 专题杂志 然后做完那个吧 我的手机开始晃 当时我也没理他 然后打开一看 好像是Washington D.C. 当时我也没太看 就放开了 后来我一听留言 哎呦 是那个记者年会的主席 给我来了电话 然后我就赶快给他回个电话 他说是 你邀请我去记者年会表演 说是奥巴马也能去 我当时特别兴奋 结果在表演的前两个星期 突然给我来个电话 给我那个经纪员打电话 说是奥巴马去不了 我当时也特别失望 因为给奥巴马准备了很多笑话 结果没讲出来 没讲出来 既然那个时候没讲出来 有没有什么特好笑的 跟我们讲一讲 但那种笑话 我觉得必须他在场 可能有意思 就是一直讲 总统吧 应有个叫dead and job 对 就是你不知道用汉语怎么翻译 就说你坐到最高位置 你也没地方去了 到头了 对 但是他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好比说 你在餐馆打工 那些人你一辈子在那打工 你不可能往上走 那也就dead and job 所以我拿来开玩笑 你也是总统吧 也是个dead and job 你再次当我总统 你下一步 你不知道往哪去 跟你不一样 我明天可能 还要去个小剧的部 里边表演 我还有工作了 你可能就没了 我发现这个很好玩 就是我之前 刚来美国的时候 经常就是 被我的同学所激怒 我同学就说 同学就经常说 你们中国怎么样 中国怎么样 然后我就很生气 说你干嘛 拿我的祖国开玩笑 什么的 我就很生气 然后后来发现 他们自个儿也经常 骂自己的总统 自己也会说自己 美国这儿不好 那不好 我就发现了 美国这个文化 就是喜欢嘲讽 自己的国家的这个文化 美式幽默风格 对对对 所以您在那个记者年会上 是不是也有很多 就是又年龙美国这种 是 而且在那种场合吧 你也是不拿一些 大人物开玩笑吧 大家觉得别扭 有点像是 而且在美国这个文化也是 如果别人在你 拿你在公开 公共场合开玩笑的话呢 说明你这个人 已经是比较成功的人 已经非常的好 所以记得我10年的时候 我是被评问那个波士顿 制家脱口秀演员 为了庆祝呢 大家怎么办呢 就是 也是有个俱乐部 然后我就在上面坐着 然后波斯顿附近的脱口秀妍 轮轮上台拿我开算 而且那里边讲的 从什么种族 性别 这些校权什么都有 反正你得能够有点承受 你有强大内心才能的事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也听过很多人说 说你要真想融入美国社会 你不但要了解美国人的思维 最主要就是 你要理解美国人的幽默 你要会讲美式笑话 开得起美国式的玩笑 你才能够真正和他们交朋友 并且融入这个社会 是这样吗 对我来讲是这样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确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难受 就觉得自己好像 总的被忽略掉 好像自己不存在 在美国人眼里 就刚来美国的时候 对 您英文好吗那时候 那时候吧 我词汇量挺好的 但是 考GRE考的是吧 对对考GRE考 博士吗 我还没过词典的那时候 被那个牛津大词典这么厚 背了八遍那时候 然后当时我那时候词汇量大吧 但是说出来别人都听不明白 然后 然后吧 就大家在一起也总觉得 好像是这个人肯定英语不好 带他出去玩吧 对对 不想跟我聊了 或者是有时候玩 不带我一起玩 我当时也觉得特别难过 反正那么过了好长时间 但现在的话 就没有一点没有的感觉了 我觉得 我觉得在美国社会里边 即使是 有人可能不喜欢我 但我一点都不在乎 那您那个时候 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出于什么原因 比如说您看您的身份 就是学了那么多年的理科 然后突然你要 不仅仅是说文科上的转变 你要跟文字打交道 而且是这种非常幽默的 而且是用英文来说 您当时怎么就有这个勇气说 不行我得说笑话 而且还得干出点名堂来 要积累多久 是不是从小时候 就特别喜欢讲话 其实我小时候吧 我喜欢听相声 但讲笑话不行 在我们家里也是 不会讲 对 我父母啊 我弟弟就特别逗了 然后在学校也是 我的同学 我觉得特别逗了 都比我有意思 到了大学 我可能演过一个小品 我就自己写个小品演 第一次效果还可以 第二次效果也不好 后来我就没再想 有人鼓掌吗 第一次还行 第二次就不行 所以就是 也没拿这个当回事 主要还是想成为科学家 来美国的时候也是 就想拿个博士学位 做个教授以后 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 我就这个目的来到美国 嗯 那后来是怎么又发生了突变 对 后来 而且现在是全职 对 记得您刚才说过就是之前就是如果如果讲笑话能给你就是足够的收入 你收入的话你就会 quit你的那个稳定的工作去全职做 现在看来现在已经挣够钱可以养家糊口了 对对 能喝口吸着我还可以的 对对到美国也是我就觉得美国人一般是挺有幽默感的 尤其是我那个同班的同学 嗯 大家一起经常就开玩笑 嗯 后来我可能也也受他们的影响吧 嗯 然后我开始注意提高自己英语水平嘛 一边一边学练口语 然后一边开始自己写 嗯 然后我那个英语老师吧 他就说哎你对我发现你对幽默挺感兴趣 然后他就给我了一本书 就那书全是就幽默的短文 嗯 然后我看了一篇Woody Allen的文章啊 我就特别感兴趣从那以后 嗯 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美国有这个脱口秀这个东西 根本不知道有stand up comedy 好这样哈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接着聊 中文巡礼欢迎回来哈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 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华语孝心 黄欣先生 刚刚呢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哈 您是如何在这个大学期间开始对校 对校华产生兴趣的 那我们接着您那个话题 您老师给了那本书之后 你怎么了 对对对说他影响挺大的 然后后来就做实验 有一段时间特别辛苦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做实验 然后吧 周围的人一个也不认识 我每天在那个青蛙卵里边 肉眼几乎看不到青蛙卵 用显微镜才能看见 然后又往青蛙卵里边注射 啊 苍蝇的DNA 苍蝇的DNA 对对 所以我就在那干了一个星期 每天在注射200到400个青蛙卵 所以就一天到晚就在那弄特别枯燥 然后就是 哭到自娱也算自娱自乐吧 就给那个校报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那篇文章出来以后吧 大家还挺感兴趣的 然后我那英文老师也跟我讲 他说没想到中国人还有幽默感 我当时听了以后还挺奇怪 我就觉得 我在国内我觉得中国人挺有幽默感 怎么到这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那毕业以后 那篇文章跟什么有关啊 是写什么的呀 就主要写校园生活的 就是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 我当时在兰斯大学嘛 就是新来的学生应该怎样适应校园的生活 到哪去锻炼了 怎么找女朋友了这些东西 那你是怎么找女朋友 很有经验 我那个经验就是 我不知道在这个电视节目方不方便讲 什么可以说 我就想我以前就讲 就是我大学里边枯燥的爱情生活 充分证明了大男子主义不是一件好事 就把这开玩笑了跟大家这么讲 结果他们把就是 英文的嘛 他们把那个东西放大了以后 在那个报纸上登了一下 然后他们同学问 没想到你写的还挺有意思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知道 就是好像中国人的幽默感 也可以被美国人接受 然后毕业以后吧 我有个同事 领我去了一个相声俱乐部 那时候我在美国已经住了七年 但是在俱乐部里边 只能听懂一半的校 那是 对 然后但是我从那以后吧 也开始感兴趣 然后后来我搬到波士顿以后呢 我就开始自己也去尝试一下 现在是上了一个 就是stand-up comedy class 就是喜剧学习班 是个成人学校 在一个高中里边 听认真 对 听认真 他们在美国 他们没有像国内就取义学校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大家感兴趣做就行了 在那个取义学校 不是那个喜剧学习班 成人喜剧学习班也都是 见了认识一些人了 这就挺有意思的 但是您太太觉得有没有觉得您不务正业 很多人觉得我不务正业 我太太开始也不理解 因为跟我一起来的同学 没有一个说是拿了博士学位以后 又去那酒吧里边给自为讲笑话了 然后他开始也不太理解 后来他就看了我几场演出以后 他觉得我讲的东西跟其他人确实不太一样 他觉得他不想因为我为了他把自己喜欢东西放弃掉了 所以后来他就挺支持的 支持你 真爱 对 没有他我真是做不了这个东西 其实那个时候您是白天在实验室 在工作 然后晚上是到酒吧去给人讲笑话 对 那您第一次讲笑话是什么场景了 讲得好吗 第一次讲笑话比较特别悲惨 没有人笑是吗 对 那个是在一个体育酒吧里的 因为体育酒吧吧 电视上还放着体育节目 然后底下有人打桌球 还有人打保龄球 就特别吵杂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在角落里边放个麦克风 让您说 对 大家就轮流上去讲 然后我自己上去讲了那么五分钟 也没什么效果 几个人家就是微笑一下 没有是放声笑的 然后讲完以后吧 有个人还跑过来跟我讲 就是哎呦 我觉得你讲的可能挺有意思 可能挺有意思 对 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但反正那次吧 反正不是很成功 但我也没太会心上去 对 后来反正 因为跟我开始一起上那课的人吧 他们讲的效果也不太好 你想 我比他们讲的要好一点 是吗 也不是好的就差不多了 我这人反正差不多就行了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break through 就是怎么样积累 后来您一出场 大家就开始狂笑 这个积累时间是很长的 因为在美国没有人真正教你 所以吧都是自己摸的 所以摸手的摸个五六年吧 一般对美国人来讲是一样 很多美国人你看他从十五六岁开始做 而且很多人做到三十多岁才出名 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一个华裔向心 叫于智敏吧 但是他好像是好像很小移民或者生在这边的 他是对他可能在 是叫于智敏好像是 他可能是讲笑话讲了大概有二十多年 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这个搞笑权是特别难混的 就你挤进去很难 你要让人持续关注更难 像做因为他的英语是母语嘛 可能对他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 而且他那种style跟美国人很像 他就滔滔不绝滔滔不绝滔滔不绝 就能够把你加成各种肢体语言 但您完全就是没有什么表情 对我觉得您出场就跟所有的 我见过所有的standard comedian不一样 就是没有表情戴着眼镜 然后瘦瘦的 然后就然后一开口 然后是又不是他都不觉得风格 就是说两句停一停 然后大家想一想 体现我们中国男人的内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我可能是 就比较典型李克兰吧 李克兰 而且我在06年的时候也是 很多人讲 就在美国也是有个电影客人 特别流行 他就说话吧 没有一句话是正中八经说的 他说话都在 自己的那么特别大 然后都是 我有一天在街上走路 他必须的每一个事 他都得做出动作来 然后就他就火得不得了 当时有人跟我讲 他说黄熙你做这东西吧 是幽默 不是起具 但是有人就意思就是 他想叫我改自己风格 但是我后来 我有时候也觉得 跟风格再改也没什么意思 仅仅是模仿别人了 反正我也就一直这么做下来 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这种意愿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黄熙的笑话 为什么说大家都会觉得 又讲得很深又很好笑 而且你看您的每一个 这个包袱抖的都特别就是 有内涵 历史文化 要让人想 而且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能听懂您的笑话的人 都是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人 对各种美国文化历史了解得非常透 而且对时事很关注的人 我觉得跟您学理科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您不是之前学理科 说不定您还成不了今天的黄熙呢 真的 因为 对 新华兰里面住苍蝇DNA有帮助吗 因为思维方式可能会不一样 您觉得呢 也可能是 而且美国的很多东西吧 靠逻辑搞笑的比较多 可能学理科呢 稍微沾点优势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学文对也很多人也对美国历史什么很了解 不是说 但是 但是可能就是了解是一方面 您看我有一个例子 就说我认识一个老教授 他是在美国大学当教授 而且你想来了美国四五十年了 语言观早就过了 根本没问题 你要说知识方面 作为教授嘛 肯定是各方面都不缺了 不会差 对不对 但是他就说他每次一看喜剧听笑话的时候 看见自己在美国长大的儿子笑得前仰后合的 他就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他就是不知道 然后呢 你说这个人家什么都英文也不差 这个知识也不差 他为什么听不懂 我觉得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这些我也见过这种现象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有个大家学英语当时 我有个朋友拿着那个美国的读者文章 他那笑话里边所有的单词他都认识 但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好笑 他拿过来问我 我一般看一遍就大概知道 为什么有意思这里 天赋 你觉得是什么不一样 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可能对那个幽默这东西 接受得比较快一点 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就说人家到了美国四五十年 都理解不了美国的笑话 您说您来了才十年 您不招人气吗 我也就快 第十九年了 但是您开始说的时候是十年吧 我开始说的时候是02年的话 十一年 八年 开始讲是八年 八年 你看 八年抗战胜利 对 八年也有 其实后来我发现也有道理 就是 为什么 我有一次听NPR广播电台 他们也讲 在伊拉克打仗受过刺激那些视频 一般到了八年以后 他才写诗写小说 讲了你以前经历 所以说您八年的经历是成就的 您是怎么样搜集你这个笑点的 怎么样搜集 比如说出去买东西 也可以看到一个素材 还是照顾小孩 还是跟老婆吵架 也都有些素材之类的 怎么搜集的 跟老婆吵架最丰富的 就是你上面说这些吧 都有 我记得有些时候写笑话也是 开着车就等红灯的时候 也是突然想起什么事 这个写 是吧 然后 随身记 对 随身记 对 因为尤其是以前 我不是全只是做这个东西 没时间坐下来写 所以经常是 做实验的时候 想起什么记忆笔 或者是回家路上记忆笔 那您这一次要来演出的 这个元宵节的笑话 都有什么内容啊 中文的 中文的吧 主要是 一个是讲一下 我来美国以后的经历 尤其这个在北美吧 很容易引起共鸣 比如说我在德克萨斯 那些经历吧 在北美讲起来 大家笑得不行 前远后合 但是在大陆吧 就差远 大家理解不了 大家没有这种感触 对 所以我在大陆讲呢 就是必须跟那个大陆的东西 结合才行 但在北美就没有这必要 而且那个北美的观众 还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都对脱口秀吧 多少有点了解 对 尽管没见过真正舞台上 用中文做脱口秀 但也至少在电视上 有什么见过 所以大家不是 没有这个适应的阶段 但在国内呢 尤其开场 开始这么几分钟 就很多时候 请问一下大家有点搞不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您觉得您的这个 是最适合在北美的留学圈子这边 对 讲述的吗 对 我在元宵节准备的 是 跟美国的东西 结合得比较紧密 现在对您来说 因为我知道这个中文是您的母语了 但是对您来说 是不是说起英文笑话来比 说中文笑话 现在要感觉舒服啊 还是 也看什么时候 我在国内待了三星期以后吧 然后回来后再去英文俱乐部吧 就稍微有点慢点 对是 然后我回国以后也是 再用中文讲也稍微还得适应一点 对 尤其是 其实第一次回去还真没事 我第一次回事还真没事 我第一次回事还真没事 2011年年底的时候 我还紧张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越来越了解到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个差异 对 而且中国变得挺大 这十几年 您第一次在中国演出 观众反应怎么样 第一次 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真正演出是 2012年年初的时候 在广州演过一次 中文演的一场 英文演的一场 中文演的一场 中文演的一场 就是效果 因为英文大家听不懂吧 但是对 听不懂吧 但是他们考得比较周到 所以没事 你再向他们讲 我们再后来把字幕给打 但是没法把包子给翻译 对 对